聽到敏感字眼 內政部長徐國勇腳底抹油 陳同佳到底來不來台 什麼時候來 原本徐國勇什麼都不肯說 過了不到半個鐘頭 他有備而來 通緝了以後 內政部的工作 就是 人犯的代回等等這些 就是我們內政部警政署的工作 我們大概主要工作在這裡 至於其他的聯繫 包括罪證取得證據如何 怎麼樣證據能力證據率 這些都是檢察官在處理 是法務部 徐國勇這番話說的正是 港府在週五晚間10點 發出的最新聲明 港方坦言已經跟台灣聯繫 溝通陳同佳赴台安排 並且說對一個覺悟自省 願意承擔罪責的年輕人 台方不應該再炒作 犯政治話及誤導民眾 隨即陸委會就在凌晨回覆 港方無需多言 只要付出行動 這個是香港的決定 如果明天要來 我們對口單位都有啊 明天要來明天就可以來啊 至於他什麼時候來 我還是一句話嘛 他任有一個殺人 不妨爬爬爬 好嗎 陳同佳說要來台自首 但現在時間成名 其實陳同佳就算來台受審 也只能說是投案或自行歸案 法官量刑時可作為有利條件 但未必能減輕其刑 還是有機率被判死刑 這時蘇院長在回應立委時 又點名殺人個案 這是死亡恐嚇嗎 從司法到政治角力 台港雙方一步一步用盡心機 TVBS新聞 最後報導